這是點唱 電影應該是最新夢死之灣仔之虎 我看到這些片段 其實港產片真的很瘋 你想想他們怎麼拍 如果沒有封街 有逆線行車 你覺得 他會不會跟警方申請 我真的不覺得他會 一定不讓他拍 即是說 連逆線行車 那麼危險的動作都是偷雞 我真的不知道 只要是周街斬人的純光門口 我覺得100%是偷拍的 趕快去吐你那種 那時候真的很荒謬 但是真的很好看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朋友 很多外國的朋友 譬如我的兒生 當他第一次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會害怕 因為你看到古惑仔的多 是不是周街斬人 那時候的同學會不會這樣問你呢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問過你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為什麼呢 他們看到 又是偷偷窗 周街來 還要是 偷窗也算了 其實有幾個看到 大街大行 有幾百人戶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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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 甚至乎古惑仔在那邊 在奧棟大橋那邊追 有沒有那麼微譜 但是真的很好看 以前有這些影片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對當時的新導演 或電影人有訓練 什麼片種都拍過 例如你想一下 現在我們有很多很出色的導演 我們有很多很出色的導演 何卓天 有很多 他們拍不拍得到這些電影 為什麼呢 不是他們沒有這個技能 是沒有了這些題材 讓他們在做年輕人的時候學到 因為拍電影不是要怎麼調鏡頭 而是 要怎麼去封路 牽著警察 那些 我們聽過的電影節目 或者你想像到 其實投肥抗爭 都很離譜 你想一下以前香港的電影人 其實都很離譜 哪有 我剛才說的時候 我不知道 蕭先生說 還是誰說呢 叫 演員類似的 被人追 誰知道沒有申請的 結果警察真的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真的出來指著 因為有個警察 被警察出來幫忙 他們沒有申請 警察出來指著 他們立刻說 怎麼會拍電影 老實說 你在外國這些高人 真是 但是香港電影人在7、8、90年代 這樣也夠膽死 ác 蒙 講一講電影 我們短短的 九龍城寨遺城 九千幾萬 現在收到 似乎 要看每天的數字入數 就應該過不了獨自大狀了 一千多萬 但是終於出絕招了 什麼絕招呢 其實是舊招來的 以前少林足球的那招 少林足球的時候也破得很穩 少林足球的時候 就是整個加場版 即是第一次我們看的時候 後來出過DVD就有了 就是沒有他們在那裡唱 沒有那一段的 於是 有那一段但沒有後面跳舞那一段 於是就加場版 於是吸引了一些 粉絲未看過的 或是加場版看過的 或是看過的什麼東西 再看就剛剛 過了 他今天宣佈 九龍石澤維成 由 今天開始 會在 推出一個超前道解鎖片段 4分鐘 而且 在原片之後加了兩個彩蛋 我覺得 其實我知道他們 想充紀錄 做事 其實 我只有一兩個星期 或是一個星期 那 你在片尾加彩蛋就真的不夠了 你應該是在片中間加彩蛋 你應該是在導演版 導演版 你不要這樣 多了10分鐘 10分8分鐘 其實 可以穿襪 你不需要特別說 可以穿襪 例如他們四指 感情的build-up 現在很少了 靠打麻將 多了2分鐘 例如 會不會有多一點 前面 郭富城 古典朗和龍捲鋒 是怎樣 Friendship 或者 多磨氣 就是郭富城的老婆 為何會這麼生氣 除了替他們的工作 或者大老闆那些東西 其實就在那個電影 總之有10分8分鐘 片尾4分鐘 不行 片尾還要是彩蛋式 那你不在電影中間加 我覺得就未必幫到多少 希望聽我們的意見 加回導演版 加越多越好 我也說 我又不明白 我希望你破到紀錄 都仍然呼籲別人進去看 如果你想看彩蛋 其實我也想看多一次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 那些人讚得那麼厲害 我是不是那麼厲害 我也覺得好看 但是是不是賺得那麼厲害 我真的能這麼說 是我 這麽多年 我覺得好 我頭部第二集 我也有中 中間會中一點 我沒有中過 全套 希望聽到 導演 那些實得的 怎麼會不行 又不用衝敲背 這樣就會好一點 他這裏 會有一些 其實我這段文章 有了劇構 我就不劇構 彩蛋的劇構 為什麽王九會這樣 其實這些鏡頭 如果拍出來 我覺得這部電影 整個故事 那個圓滿度是很重要的 為什麽王九要反骨 尤其是我們熟讀近代 不是熟讀的 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史 我們就會更加明白 有所知 就等於 千載難免之迷 毛澤東死的時候 我想他臨上眼前也不明白 不明白林彪為什麽要反去 就等於 丁力 閉上眼前也不明白 為什麽長季要反去 但是我以為是長季 你是林彪 如果你是那個角色 你也會明白 好了 那麼 也會有一個 彩蛋 就會播 一個叫做雷震東 那時候九龍城寨的 有一個話事人 但是雷震東的樣子 是誰也不知道的 真的沒有 根據那個彩蛋 我想這些就等 根據那個樣子 都不知道誰做雷震東 真是前傳 因為大陸有收成七八億 那你沒有了 一定是 現在都在說 但是這個彩蛋四分鐘 我覺得是不夠了 搞成一個星期 你搞成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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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剪片的時候 有那麼多東西 你躲在那裡 是不是 你弄多十分鐘下去 那你就真的有機會 破紀錄了 我弄多一小時就更好 另外有一件事很好笑 我們說完這段新聞 就賣廣告了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這些人 幸好已經將它正法 OK 但是這個樣子 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每天都會提 這些什麼 小新聞 我們偉大的 湖北武漢 有一個派出所的副所長 給一個29歲的男子 砍了十五刀就死了 好想暴雷 充滿雷氣 你真是誤導你不雷氣的 我現在又不說了 下次我們老朋友 Mr.Fat上來 你問他 我整個月有沒有說 他跟我說現在在上面做生意 做工 市場 那些人是怎樣想 政府工 糟糕了 真的糟糕了 連那些的士佬 說什麼滴滴 說那個屌子很糟糕 這個世界上有錢就可以了 你沒有錢就有供樓 有供樓 搞不定就做什麼 內氣很重 綜合 內地的媒體報導 6月1日凌晨 首先武漢斯 常青三路有一個賓館門口 有一個馬路 拿著一把刀 企圖傷人 為什麼會企圖傷人 沒有特別報導 於是當地 洪興派出所的副所長 邱建軍就帶隊去抓人 但是那個29歲的 馮某 在賓館面前傷人 傷人之後就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 一棟當區一棟舊樓 那些居物就是舊樓 他不開門 於是 邱建軍 就是這個 副所長 就指揮一眾警察 他沒有說多少 附警 國人 穿了盔甲 手持盾牌 盾牌 盾牌 就是美國隊長的盾牌 鋼叉 警軍 手槍戒備 幾分鐘之後 馮某突然很生氣 不知為什麼被激怒 突然打開房門 握著一把長劍 劍 劍 不知是太極劍還是以天劍 他有一把劍 他好歹不是拿一把劍出來 以前打仗的長英槍 那些劍 向在場的警察 附警 瘋狂劈 其中一名受傷的警察說 馮某的長劍 十分厲害 被撕掉了你的盾牌之後 再 刀頭向他 劍 令到警棍 又被撕落了 他倒在沙發上 這個受傷的警察說 只能夠坐耳代弊 馮某第二件 再撕下來 兜頭撕 我只能夠舉起手 手就被撕傷了 之後 幸好這個副所長夠英勇 丘建軍 和一眾警察 逃出手槍 把子彈上 上堂 好了 在這個時候 馮某 回房 突然拿出兩把匕首 又再衝出來 揮武匕首 擊倒十幾個警察 丘建軍上前跟他搏鬥的時候 頸部 腹部 被馮某 狂撼十五署 6月1日凌晨五點多 丘建軍 因為失血過多 救治無效去世 3日 6月3日上午 湖北省公安廳 公方微信 公眾號 平安湖北 評論無拘回覆說 據介紹 事發現場 異常空險 這一段新聞有幾樣東西 第一 他沒有說過有多少 警員受傷 除了這個人死了 第二 究竟你有沒有抓到人 楊某 一條人 拿一把劍出來 盾牌撼到你盾牌也飛開了 然後警軍 劍啊 劍遠來來的 好了 接著 你們回去 開槍 回去拿兩把匕首 鞭鞭刀 把你一眾警察 附警 穿了盔甲控牌 撞到 然後 那個邱建軍 撞你拿出手槍 自打雙塘 把他的 頸頭 撞了十五刀 最後這個邱建軍失血過多 救治無效 死了 你怎麼這麼想人 如果他應該就死刑了 如果不是這個 他真的撞你了 不是散打 這個出來就是武術冠軍 你說什麼師傅 馬國寶 說什麼事啊 這個 這麼勇氣 屌你了 一條人 其實 又是那句 屌你了 要不就是他拼命 就是萬夫莫的 他 你勾他 找他也不理你 那種 很可惜 我們的派所副所長 就這樣死了 就是 有些人死 你真的要 什麼的 我抓住說 昨天的Lois 我不說 你看你早幾天 那個 德國警察就是29歲 你說是不是很冤枉 是不是很冤枉 你還想著去勸 你死了 接著他的伙計 開槍開得慢 就死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我們不是為了一件事 而是 大愛包容其實真的有個譜 自己申請 是吧 老實說 那時候我們說過很多次 其實我很站在這個立場 首先你一定要是 政治難民 以及一定要有一定的審查 在審查 當然這個絕對不代表是secure 之前的 就像我們香港那樣 一定是 有個機留所 這樣的地方 沒有理由給你 真的是自由自在 大愛包容 我們沒有說 阿晟一定有看到 我們也有時候會說 只是德國 瑞士 這幾個地方 被人強姦 奸殺的女生 我 立國 沒有一百也有幾十 其實在這幾年裏 那你怎麼 因為 文化不同 你們很平常穿 像是歐洲 夏天 跑步 穿T恤短褲 大哭 大哭啦 那就搞你吧 好 我們先買個廣告 大家記住 明天可以上來驗血 三星米芝蓮師傅 剛才我們為甚麼會播這個 我肆意憤怒 因為 其實6月10日就是 吳節靜日 正正是家區的 生技 6月10日生日 網友是點唱的 於是乎 6月10日之前 我們的播者就說 嘩 他也是電影 最新夢死之灣仔之虎 的主題曲評插曲 我都忘記了 我們貨不多了 長路有盡時 終於到了端午節 今年的端午節 賣總的銷量不是因為我不在香港 而是我們是這麼多年來年以來最差 因為外面也是 我懷疑是不是有些人在大陸上賣種 我覺得也應該很有可能 我們的瑤柱果精種 香港 米芝蓮師傅 香港製造 鮑魚果精種是178元 瑤柱火腿種是78元 另外三種 甜種也是不多 如果各位網友沒有賣種 希望上來幫幫手 清貨 又或者好聽一點 應一下 其實我們的種真的很好吃 如果賣不完 我也不會 便宜了 但我一向都不便宜了 就自己吃吧 我們這種真的很好吃 大家可以上來買的 下一張 我昨天介紹過 因為這星期我們有100多瓣 有人訂了 順便離開一些貨 如果有些網友吃過的 即是翻尋尾 可以買一瓣 回家給父母 父親子 是完全不是你們吃開的東西 含煙量極高 淡淡煙窩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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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那些 絕對不是雪煙那些 絕對不是那些流食物 我們是那些煙條 那些大公煙盞 大煙條來的 含煙量90多個巴仙 風雪豪說過 1000元也買不到 因為是富貴人 我們是268 一瓶 如果買到6瓶 每瓶就238 記住 不買得久的 因為我們沒有下房付劑 大約是兩個星期左右 下一張照 好了 既然到了節日了 我不說了 金鳳凰 之前我上星期買了廣告之後 我們有貨的499元 隨時上來就不能買了 一家人過節又不想煲湯 當然現在不想煲湯 如果只想喝湯 不吃那麼多東西 買我特價的那個 拿頭湯是OK的 如果說底 我真的好介紹這個 又有半隻雞 又有這麼大條花膠 這些黃乳膠 我以前298元兩條而已 現在有5條的 湯有鮑魚 我覺得一家人如果吃飯 這是不宜之損來的 499元 再去 這次我兒子回來 我們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是馮美刺 6元加1398 現在699 一斤二兩刺 很久沒有說過了 端午節我不知是不是應該要吃這個 這個不是盤菜 九大貴 但是我既然有貨在這裏提醒大家 救人的話 有5、6條人 就不要省錢了 1998 我會成為的 你就試一下 我這麼多年 我仍然是在押納不了 仍然在賣這隻東西 你就知道 真的沒有的 一分錢一分貨 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老實說 100多元的一渣雪梨水 200元的花落 你都說貴 我也沒得說了 跳牆也有個網友說過 200多元 只有幾顆東西 我豈不是很好解釋 只是那一湯 你真的覺得那一湯不需要錢 你喝喝我們的湯再說吧 昨日我們介紹過的日本野菜洗淨劑 沒有人訂的 這是很好的產品 不要緊 你們要訂的就先訂 否則我回貨的時候就上來買 98元有50克 其實都可以用到 二三十次為兩次 其實阿正也知道 我們前面訪問的狗姑娘 其實她是在香港做蔬菜批發的 簡單來說 她認為 你不吃就沒得吃 嚴格來說 簡單來說 香港的菜是不能吃人的 但是沒有辦法 那是不是香港的菜呢 包括我們在荷蘭尼那些 茄子 其實是針出來 嚇到你 爬底 為什麼呢 你猜有沒有農藥 真的沒有辦法 運送途中的髒東西 之類的 金屬 這個其實是很久了 不是特別的 但可以試一下 98元 天仙秀 我不特別講了 但我想跟大家講 本來這個星期 二會到的 本來說 但今天阿威卡跟我說 因為裏面的材料是不齊的 所以需要於是去香港做的 可能就是下星期一或星期二 才到 天仙秀 他跟我說 夾著另一件事更加效果 我不說了 就讓他來講 我忘記了 二百六元 大家可以買些錢來噴一下 噴臉也可以 很多人說我臉尖了 我真的不覺得 你有沒有說臉尖了 每個人都說我去紐州的臉尖了 我又不至於這樣 大家覺得我臉尖有沒有尖到呢 好 下一張 這個叫滴線通 當然啦 甲狀線 扁圖線 空線 全部都可以 怎樣用呢 滴十滴 放一杯熱水裡喝的 這個叫滴線通 詳細我不說 別浪費我的時間 另外這個我們很好賣的 這個叫凶臨通 你用滴線通 你不需要用凶臨通 但凶臨通好賣的就是臨巴 我們不是女性 其實很多女性都有這個問題 凶臨通的效果 其實我們有網友是用了 我第一天翻貨 兩個星期前 我還沒做廣告的時候 已經有人 賣了 可能因為 他 始終那個人不同 但是AKK高滲透技術 發揮那個效果好 其實已經有一條聲帶了 我明天才播 今天我不會播了 等一下Wicker來的時候再說 好 再去 凶臨通 下一節 休息一會吧 好 休息一會 好… 好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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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